活泼可爱的吴伟雄 五个哭的微笑 又或是台湾的珍奶文化 这些精彩的展示作品 是吉隆坡慈地国际学校中学生 一个多月努力的成果 我学到我们应该勇敢踏出第一步 一开始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可是勇敢踏出第一步过后 我发现原来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我原来可以把事情做好 对应2024年 吉隆坡慈地国际学校国际日的主题 美食 传统服饰和游戏 29个班级的中学生 展示了29个国家的独特魅力 让校园成为一个迷你地球村 学生可以学习怎么样的和同学们一起沟通 然后怎么样一起去策划整个活动 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加的合作 还有 build 他们的自信心 很多问题在中心里 有些争取和有些不理解 每天我到7点到学校 我听了认识 但是我后来学习 这是第一次学习的活动 他们会做成为7集团的活动 国际日不仅帮助学生了解异国文化和价值观 还鼓励他们关注国际课题 尤其是全球气候紧急状态和环保议题 我觉得做这个主题就是99% recycle 100% reuse 就是可以让启发更多人一起给我们环保 我们班的那些拿厚的同学 他们很有创意 他们把一个坏掉的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黄金 学生投入向远活动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往往是书梗上无法传说的宝贵经验 在为步入社会前 这些历练为他们奠定了更全面的卵实力 大约新闻 资产品志工中保林 姚依文 郭小珍 吴素燕 马来西亚报道